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王一博和肖战曾经在多个项目中合作,但为了避免对对方的声誉和事业产生影响,他们总是限制提及或涉及彼此。然而,这对情侣的粉丝们仍然坚称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美好。这两位男演员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限制了在社交媒体上以及公开场合的互动,但众人都明白,他们的关系非常美好。 他们之间一直有着亲密的纽带。肖战对王一博的支持得到了证实,因为他毫不犹豫地公开谈论了这段关系。这表明了多年来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,没有任何计算和衡量。尽管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互动,但这两位男演员仍然将他们的关系保持在私下。 王一博已经逐渐将重心转向了电影屏幕,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,而肖战更加专注于电视剧领域。 最近,他参演了两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,分别是《梦中的海域》和《珍珠国交战》。肖战和王一博之间的关系对于公众来说仍然是一个谜,尽管有很多关于他们感情的传闻和猜测,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冷静,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 《长相思》第二季过审。四子谁将抢占红利?谭剑刺和张婉一领跑。偶像剧层出不穷,但要成为真正的爆款并不容易。 在《湘密沉沉浸如霜》和《亲爱的、热爱的两个夏天接连出现爆款》之后,娱乐圈对杨子寄予了厚望。 然而,2023年暑期档最火爆的古偶巨《非常相思》莫属,杨子再次以一人之力带火四位男明星,不愧是娱乐圈的长明灯。 连青簪行也因为他,计划重新找男主拍摄。 《长相思》的热度惊人,日常霸榜多个热搜,热梗层出不穷。 比如,杨子和谭剑刺给肥肥过头期,以及小妖和他没用的男人们等等。 至于四个男主角,各自拥有独特的特点。 一个是绿茶男糊涂山景,虽然不善战斗,但备受喜爱。 另一个是九个头没一个长嘴的九命香柳,即使身无分纹也充满魅力。 还有刚刚至好眼疾的枪悬,以及一直蒙在鼓里的风龙,每个人都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男性,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。 根据最新消息,第二季《长相思》已经过审,预计将在最近几个月内上线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部热门剧的红利会给哪位男主角带来最多,谁将迅速展露头角,走得更远呢? 从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《长相思》的高光瞬间,大多都与谭剑刺的角色香柳有关,她不仅在喜爱度排行上位居榜首,而且个人热度也极高。 然而,红利最多的可能并不是她,但她的发展前景非常可观。 首先,香柳是一个备受喜爱的角色,许多观众认为她是童华最宠爱的角色,她凭借这一角色可能会长时间留在人们的心中。 尽管香柳备受欢迎,但实际上常相思的领衔主演是杨子、张婉逸、邓卫、戴露娃、王红逸,谭剑刺只是特别主演,不是男主角,在剧中的戏份相对有限。 然而,谭剑刺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、精美的造型设计以及援助角色的吸引力成功脱颖而出。 其次,谭剑刺以优质的售后服务将个人热度转化为关注度。 从长相思第一季播出到结局,她的微博粉丝数增长最快,她的粉丝团队非常用心。 她们租借了香柳的服装,自编自导自演了小剧场,回应观众关心的话题,以此保持了话题度。 谭剑刺背靠强大的资源。 长相思的出品方包括企鹅影视和星莲影视,而谭剑刺在药客传媒旗下,该公司经常制作成功的都市片, 她作为该公司的艺人,可以借助这个平台继续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。 尽管香柳备受关注,但实际上长相思的男主角是枪玄,由张婉逸饰演。 这个角色在第一季中并没有太多的高光时刻,但预计在第二季中将引起更多关注。 张婉逸凭借出色的演技成功地赋予了复杂的枪玄角色以生命。 由于原著中有关枪玄的戏份,未能完全在剧中呈现,导致这一角色的立体性不足。 然而,张婉逸的演技使得枪玄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角色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,在剧中,枪玄与小妖之间的亲情关系非常令人感动。 张婉逸与杨子合作,演绎了许多感人的情节,令观众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 她的出色表现证明了她在演技方面的实力,未来她在娱乐圈的前景将更加广阔。 邓卫在长相撕播出后,吸粉众多,主要原因是她饰演的涂山景角色深受观众喜爱。 涂山景是一个备受欢迎的角色,拥有许多优点,她温柔,聪明,永远待在小妖身边。 她在整个剧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为其他男主角提供了智慧和财力支持。 邓卫的快速展露头角不仅因为她在剧中的表现,还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官配身份。 观众喜欢图山景的形象,加上邓卫的颜值吸引了许多新粉丝。 尽管邓卫演技尚未达到一流水平,但她的热度和资源使她有望在娱乐圈取得更多成功。 王洪毅在《长相思》中的表现虽然不错,但因为角色相对不够重要,所以她的曝光率不如其他男主演高。 然而,在综艺节目《你好!》,星期六中,她表现出高情商和对其他演员的尊重,这在娱乐圈中相当难得。 王洪毅年轻有潜力,身材高大,阳光形象,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 她可能会在古装剧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,但需要一个像图山景那样的好角色来进一步展示她的演技。 四位男主演在《长相思》中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。 谈见此凭借热度和资源将继续取得进展,张婉一则以演技和角色吸引力为优势,前途看好。 邓卫虽然快速展露头角,但需要保持热度。 与此同时,王洪毅年轻有潜力,有望在未来获得更多机会。 这部热门剧为这四位演员带来了机会,他们都有望在娱乐圈取得更多的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